大家好,我是承擔醫院的耳鼻孔部組織醫師,雪恒瑞醫師 那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內視鏡的鼻腫瘤手術 跟一個新的導航系統 那鼻腫瘤手術呢,其實大家可能比較少見 比較不是很常注意到鼻部的腫瘤 比較常聽到的,像是口腔癌或是喉嚎癌等等 那其實鼻咽癌跟鼻痘、鼻腔的腫瘤在我們的生病人群中也佔了一定的數量 那他的表現非常的不是很特別 我們先從兩個病人開始 其中一位林太太,她就是這半年內她覺得單側,就是幼兒的耳朵一直悶悶塞一塞 一開始呢,她是會時好時壞 有時候這個悶塞的感覺會消失,那有時候又變得悶塞起來 但是這幾個禮拜她就越來越散 所以就來門診就診 那我們同時在檢查的時候 發現她右邊的脖子有一個腫塊 林太太說她其實也有注意到,但越來越大 那她一開始不以為一 我們就覺得不太對勁 我們幫她安排一個鼻咽的內視鏡檢查 鼻咽呢,在鼻子的最後面 那內視鏡伸進去之後,就發現一個有點腐敗的腫塊 最後去做切片,確診她是鼻咽的癌症 一開始只是耳朵悶悶塞塞的 另外一位張先生呢,她也是在這半年內 發現她有一邊的鼻孔越來越塞 那一邊後來逐漸吸不到氣 醒鼻涕的時候會有一些血絲,後來變得血塊 當然就是來就醫 那其實是診所一直把她轉來的 我們內視鏡伸進去看 就發現像在這個照片中看到 這個鼻道裡面有一個會出血的腫塊 那之後也是去做切片 然後確診就像口腔癌一樣的鼻痘的臨狀細胞癌 那我們慢慢說,這個鼻咽癌其實是 我們每年大概會新診斷1500名的患者 那她其實鼻咽在我們的鼻子的最後面 跟咽喉的最上面交界處的地方 她其實是在頭顱的中心 那所以她的症狀都非常的不是很明確 比較大的才會知道 那主要常見的症狀像是鼻涕或痰裡面有些血絲 然後是她壓迫到耳煙管的開口 所以她耳朵有點悶腮感 然後甚至到已經到轉移出去到頸部的淋巴解 形成一個頸部的腫塊 才會被病人察覺來就醫 而因鼻咽癌最大的危險因子其實是家族的遺傳風險 我們有統計過就是如果一個人的父母 她的其中之一是鼻胺癌的話 那她罹患鼻胺癌的話的機會 會是一般普通人的四到十倍 然後所以如果爸媽之一其中是鼻胺癌的話 那有出現類似的症狀要十分的注意 鼻胺癌主要治療的方式 因為她在很深處的地方 會是以化學治療合併方式的治療為主 第二個是鼻急鼻痘的腫瘤 那我們鼻腔的腫瘤其實是相對罕見 整個台灣一年大約會診斷兩百零患者左右 那症狀也只有單側的鼻塞 那鼻視出血等等 所以這相對並不是那麼令人在意的症狀 所以病人有時候來的時候都已經腫瘤長得比較大 那醫切變的結果 我們會決定後續要做什麼樣的治療 如果像是磷狀細胞癌 蔣先生一樣磷狀細胞癌 那會做手術的切除 如果是一些磷巴的癌症的話 那我們就會做化學的治療等等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腫瘤手術的部分 如果是像磷狀細胞癌 乳突瘤這些比較良性的腫瘤 也許我們可以做手術的切除 就可以治療完成 那有一些的她的角色是一個拯救性的手術 像是如果鼻炎癌做完電療化療之後 它復發了 復發了怎麼辦 這時候如果要去做第二次的放射治療 其實它的併發症會很多 像是聽力的損失啊 骨頭的壞死 那這時候也可以選擇做拯救性的手術 把這個腫瘤切除 那去做這個鼻炎復發的治療 傳統鼻腫的手術 其實它是開放式的手術 就是在臉上有傷口 那香港那邊叫做接面式的手術 就是把臉皮掀開 那所以她有幾個缺點 第一她要在臉上製造一個比較大的傷口 然後她要切開很多的骨頭跟肌肉 把上含骨切開 所以她的術後骨頭的結構會變形 臉部會有點變形 那也比較不穩定 那在切開骨頭的時候 相對流血的風險會比較高 那近年來我們逐漸的會以內視鏡的腫瘤手術 去做這個渠道 內視鏡皮腫瘤手術就是 就是利用我們人自然的兩個一公分寬的鼻孔 那把內視鏡就是前面有個鏡頭 那投射到影巴 手術的術也投射到螢幕上去做切除 那相對的 因為她只能在這兩個一公分大的鼻孔做操作 所以她的難度是 要去切除是比較高的 要切出一個足夠的安全邊際 所以相對的也是限定在比較早期 也許第一期第二期的腫瘤才有機會使用內視鏡的手術去做切除 那如果是比較大的手術 可能還是要回到過去的開放式手術 成大近年呢 就引進了一個新的導航系統 那作為我們內視鏡手術的一個新的武器 什麼是導航系統呢 大家想說導航就是想說我們在開車的時候會有一個地圖 那地圖上會有一個小點 就顯示的是我們現在車子所在的位置 那其實手術中的導航系統也是一樣的 它就是告訴你說 你這個手術你做到哪裡了 那你人現在切除的範圍是哪裡 那你的腫瘤是在地圖上哪裡 是不是足夠 其實我們述前就會像這樣做一個電腦斷層的影像 去告訴大家說那個腫瘤的範圍是在哪邊 所以術中就會用對應的方式去 一瓶醫師的經驗 這裡是鼻中隔 那這邊是腫瘤 那這邊是已經到了大血管 導航系統就是把這個對應的這個過程 直接讓你實體化 那你只要伸出這個導管去做對應 說點一下 我們就可以發現在這個地圖上就出現這個 這根導管 就是說你現在指的位置已經是眼球 導航系統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其實內視鏡的手術 我們最害怕的像是傷害到我們的眼眶 我們腦部的底部 爐底造成腦脊髓液的流出這樣子 或者是最嚴重的病發症 傷害到頸動 造成超級嚴重的出血 其實這在導航系統應用之下 都可以減少這個損傷的發生 因為我們如果覺得這邊已經比較接近了 我們可以探測一下 發現AI安全邊際也許還有5mm 或是已經到底了 不能再做了 那這樣就可以盡量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把腫瘤切除乾淨 所以導航這就是導航系統 之所以在鼻腫瘤手術中重要的部分 其實本月這十年來 在內視鏡的腔跟鼻鬥腫瘤手術的部分 大概已經有78例的經驗 那鼻液的癌症復發的整皺性手術的話 也已經有11例的經驗 總而言之當一個患者 你覺得其實自己出現一些像耳朵的悶塞啊 頸部腫塊 單側的鼻塞或是鼻出血的時候 會建議你進出去就醫 那相對於傳統的開放式手術來說 內視鏡的腫瘤手術其實是比較安全 那副作用比較少 當然它有它的限制 如果太大的腫瘤 是可能會沒有辦法使用這個方式來進行的 本院的導航系統對於 內視鏡腫瘤手術的進行來說 其實提升了蠻多的安全性 我是前大醫院 劉布選瑞醫師 謝謝您的聆聽